再来看到这热闹的场面 屏东有一间公庙盛大举办建教大典 摆出了9000份的公品祭拜 场面很壮观 而活动结束之后 庙方还特别把公品分送 引来的大批民众争相拿取 因为民俗有此一说 拿公品回家吃可以保平安 婆婆妈妈阿姨们忙着卡位抄位子 以等工作人员把公品推过来 手一抓立刻拿走 要让每个人都拿得到工作人员 边发放边呼吁 活动会场人潮满满 领到的人准备往外走 至于旁边等着领取的人群队伍 还排得好长 这好呢 还要倒鱼 倒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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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平安 酱油糖果饼干罐头 除了民生用品 还有这一次排开数量惊人的全株 一口气准备上百头全株 不只数量重量也很惊人 得靠怪手协助搬运 建交要看神明的指示 地址能有办法 然后神明又有指示 那当然我们要跟他办好 庙方举办建交大典 摆出九千份的共品敬拜 会后也开放民众领取 相传拿共品回家吃可以保平安 民间习俗也出现 热闹场面 记者苏世伟 评东报导 要不然 有 费人 复 家 的